2022年6月8日,一个飞往国际空间站的任务被临时取消了,预计至少会推迟20天,那就是SpaceX承接的给国际空间站第25次运送物资的任务。 原因是在发射前不久,工程师们监测到了火箭燃料,甲鸡井的泄漏。 这次推迟没有什么引人注意的,反而是这次运送的物资很有突破性。 这些物资要做的实验是过往的太空实验没有做过的。 今天和明天的两期科技参考,我就来跟你介绍一下,不久之后将要在国际空间站展开的一系列实验。 第一个实验是绘制地球的尘埃图。 我们会使用卫星观测地表的很多现象,比如说气团的形成和移动,这些是台风预报跟天气预报的基础。 我们也会观测海水温度,这些是监测厄尔尼诺现象跟拉尼纳现象的基础。 我们也会使用INSA,也就是干涉合成孔径雷达,配合GPS就能测量地震造成的地表形变的程度。 而现在NASA计划绘制全球尘埃的动态图。 为什么要绘制这个图呢? 因为想摸清尘埃对很多地球参数的影响。 空气清洁度倒是其次的,重要是对气温的影响。 尘埃的移动是全球规模的,比如说每年为亚马逊雨林提供最多外来土壤的是哪个呢? 其实是从撒哈拉沙漠飘起的,然后顺着季风从北非旅行几千公里来的那些尘埃。 这些沙尘给亚马逊雨林提供了尘埃的同时,也为美国城市的上空披上了一层沙子。 这些尘埃经过阳光照射,既会散射阳光,也会吸收阳光。 影响面积如此之大,科学家们就想弄清,尘埃对地球到底起加温作用呢?还是降温作用? 因为全球变暖越来越受重视,而尘埃的影响至今尚未有定论。 所以想弄清楚这个问题,对全球能源结构的调整也有很大的影响。 具体来说,尘埃是加温还是降温取决于很多因素,比如说它们的材质。 通常来说,富含铁元素的尘埃主要起加热作用,它们的颜色比较深, 而富含粘土成分的尘埃通常起降温效果,它们的颜色比较浅。 除此之外,酸碱度也会有影响。 在SpaceX这次任务之前,全球一共有大约5000个左右的尘埃采样点。 尽管不能算是丰富吧,但按说提供的信息也应该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吧? 实际上却不是这样的。 因为这些采样点都集中在人口稀疏的农田附近, 而全球尘埃的主要来源是沙漠。 所以采样数据和真实情况之间存在巨大的偏差。 当前采样的数据对估测升温跟降温基本没有用。 这次SpaceX的火箭运输的一个设备就是一套复杂的光谱仪阵列。 它能对地表反射来的阳光做精细的扫描。 扫描的最小颗粒度相当于一个足球场大小的面积。 因为光谱仪对颜色的分辨率很高, 又因为是1280个小光谱仪同时工作, 所以扫描的速度可以非常快。 如果把这套设备送上了国际空间站, 光谱阵列仪大约会测量11个点的数值, 然后生成一副全球尘埃分布图, 然后再根据光谱的颜色仔细核算每个小区域的尘埃对升温和降温的影响。 换句话说, 尘埃对地球到底起加温还是降温这个问题, 之后就基本有答案了。 而接下来我们要说第二个太空实验, 跟衰老研究有关。 每个人其实从发育完成之后就开始衰老了, 所以衰老并不是从50岁后开始的, 而是从20多岁就逐渐进展这样一个缓慢的过程。 只是不同的器官进展程度不同而已。 从细胞层面看, 除了新分裂的细胞数量减少, 还表现在已经出现问题的细胞不能被正常的清除掉, 或者面对有毒有害的入侵, 人体不能很好的应对。 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就形成了宏观上的衰老。 所以衰老也能在很大程度上从免疫系统的工作时长来解释。 科学家们管这种机制下的衰老叫做免疫衰老, 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 免疫应答不再正常了, 比如说细菌病毒寄生虫入侵之后, 没能唤起正常的防御。 其次呢, 对体内异常事件的保护作用也下降了, 因为除了应对外界入侵之外, 免疫系统还有一半的精力, 要负担起清除体内异常细胞的责任。 但随着年龄的增加, 这部分功能逐渐失常就会导致癌症的高发。 最后就是它会影响已经建立好的免疫记忆。 比如说小的时候我们都接种过很多疫苗, 免疫系统本应该记住一些病毒, 而且一记就是一辈子。 但随着年龄的增加, 免疫系统会忘记这些特征, 于是特异性免疫的功能就会大幅降低。 而在之前几十年的观察跟测量下, 科学家们已经观察到了一些迹象, 那就是当人飞到宇宙中之后, 免疫衰老好像加剧了, 也就是说人一到了太空中, 衰老就会加速。 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和重力缺失有关, 好像在微重力环境里, 细胞间的交流模式跟地球上不太一样。 具体表现出来就是细胞的聚集行为 跟聚集方式不一样了。 所以这次美国国立卫生院 转化科学促进中心跟NASA合作, 它们会向国际空间站运取一套组织芯片, 测量微重力对各种人体细胞在免疫方面的影响, 并且测量细胞对药物和压力的反应。 这里又出现一个新词, 咱们补充一下什么叫做组织芯片。 这是最早应对药物研发中最大的难题而想出来的办法。 我们知道药物通常是这样研发的, 从海量的候选化学成分中选出一些来, 进行体外的细胞实验。 筛选一轮之后, 把其中比较有潜力的成分用在动物身上, 也就是进行动物实验, 测试安全性跟有效性。 如果动物实验这一步也有性通过了, 那么最有潜力的那几个成分会进入人体的临床实验。 如果依然有足够证据说明有效, 那这种成分经过药监部门的批准就可以进入临床治疗了。 到了今天, 整个过程的研发成本非常高, 平均需要15年和25亿美元, 这个时间跨度比绝大部分的公司的平均寿命都要长很多。 为了在保证有效性的基础上降低成本, 2010年的时候诞生了一个新的解决方法, 就是想办法省去了动物体内实验这个环节。 这个环节通常也需要几年的时间呢。 那省去了怎么办呢? 就改用组织芯片来代替。 组织芯片是由真实的人体细胞组成的, 从肝脏、肾脏、皮肤、骨髓、心脏等等部位取出的十几种不同的人体组织, 然后把它们封装在一个只有U盘大小的透明聚合物里。 这个聚合物并不是封死的, 那真的封死了那就成标本了, 而是要保持这些细胞一直活着, 所以聚合物薄膜里还开有一些微小的通道, 有的通道上生长着人类的肺细胞, 可以为组织芯片提供空气, 有的通道上长着血管的内皮细胞, 可以通入一种富含营养的液体从这里流过来模拟血液。 还有的通道可以输入科学家们想施加的药物成分, 这样的芯片可以同时培养几百个模拟不同器官对药物的反应。 不过在这个太空实验里, 目的并不是为了研发药物, 而是要测量那些细胞对微重力的反应。 由于芯片可以外接很多测量设备, 实施监控细胞的活动, 所以实际上可以直接用人体细胞做实验了。 直接用人体细胞做实验的好处就是, 科研人员用这一步代替了实验动物。 从前动物实验是必须的, 因为任何新药的研发都不能直接使用人体做实验, 而是要先用动物找到药物的初步疗效、毒性跟剂量。 而且在进行动物实验的时候, 人们只能从某些化验指标上对药物进行评价, 而组织芯片就能从细胞层面观察到测量结果, 就更容易解释药物的蹊跷原理了。 最关键的是, 这个方法省时间省成本。 这个本来用于加速药物实验的方法, 今天也用来研究太空中的衰老。 科学家们就想知道, 没有重力之后, 肌肉、骨骼的功能衰退, 肾功能的衰退是如何在细胞层面上发生的? 免疫系统具体在哪个环节失效了呢? 又有哪些药物缓解失去重力之后的衰老过程呢? 接下来咱们说第三个实验, 是太空中的伤口缝合。 目前去过太空的宇航员, 虽然还没有一个人面临过受伤和需要缝合的情况, 但随着人类对宇宙的探索越来越远, 时间越来越长, 乃至今后要在火星上建立狙击点, 施工跟操作肯定会越来越复杂的, 因此受伤是难免的。 在宇宙微重力环境下, 伤口缝合的过程有什么不同呢? 伤口愈合的过程有什么不同呢? 不同方向的机械力对恢复过程中疤痕的形成到底起什么作用呢? 目前没人知道。 这就是咱们要说的第三个实验, 太空中伤口的缝合。 这个实验是佛罗伦萨大学委托欧航局交给NASA的研究项目。 当然, 使用的是照在培养液里的皮肤组织, 而不是真的要把某位宇航员的皮肤切开再缝合。 那样的操作其实也无法实现精准的测量。 我放了一张图在文稿中, 感兴趣你可以点开看看。 它是缝合实验的操作台。 由于国际空间站上几乎没有重力, 于是就能测量在只有某个方向的拉伸或者压缩力的时候, 皮肤愈合后疤痕的样子, 也能定量的测量伤口愈合的速度。 除此之外, 要随着SpaceX火箭送到国际空间站的这第25批货物里, 还有另外几个实验装置呢, 我们放在明天继续说。